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惭愧三宝弟子沉浸于众等 鼎礼师父三拜 礼佛一拜 阿弥陀佛 尊敬的师父您好 尊敬的各位联友 各位大德居士 下午好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呢 来继续学习 护法 护持三宝 当仁不让 这是第二集 那我们继续期请 弟后师父为我们来开示 护法义工当中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善知识的重要性 是无法比拟的 在华音经当中 都有很多这样的开示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 真正的跟住善知识 因为很多 义工在最初来到团队当中 都希望这一生 跟在善知识身边 来学习他的行持 来深入经教 但是都没有办法跟住 所以这也有义工来提问 护法义工如何才能跟住善知识 如何克服面对大善知识的时候的 那个恐惧心理 恭敬师长 应该把握怎么样的一个度 请师父慈悲开示 敬于老师刚才提到 善知识 在我们修学当中 确实是非常关键的 在这个《增益阿含经》里面 佛有一天 跟阿南就有一段对话 因为阿南尊者 是佛的侍者 追随佛时间很长 常在佛左右随事 所以是多闻第一的弟子 那么有一天 他有了一个悟处 就跟佛陀讲 说善知识 是伴犯恨人也 犯恨 这个犯是清净的意思 我们学佛 就是修清净恨 就是修犯恨 那么能不能成就犯恨 就成就我们的道恨 善知识 是成功的一半 就是跟对人 就成功一半 结果阿南以为他悟得很不错 向佛来禀白 把他的心得向佛报告 佛就说 你呀 想错 佛讲 我之所以能成就无上菩提 全赖善知识 所以善知识是全犯恨人也 阿南只悟得一半 说半犯恨 佛告诉他全犯恨 就是百分之百都是靠善知识 正所谓佛法 无人术 遂至莫能解 如果没有善知识 为我们做开导 做指引 我们自己读经教 说老实话都很难读懂 所以善知识是非常重要 定红是很幸运的 得以这一生 早年就遇到我们师父上人 在我心目当中 师父上人是世界上第一善知识 是我心目中 别的人不一定认为这样 但是我心目中是这样 那么在我心目中 我跟大家讲过 师父上人就是佛 我对师父上人恭敬 真诚地向老人家学法 虽然学得不好 但是学的心是很真诚 所以可以放下 世间的工作 全身心地来投靠师门 那么师长 给我的这些引导 就几次的重要的开始 第一次 是 这个 1997年 我在美国留学 刚刚开始读博士 亲近他老人家 是在美国达拉斯 精中学会 他老人家那时候 来做佛祈开始 我是每年参加达拉斯两次佛祈 他是每个月有一次佛祈 每年有两次大佛祈 就春季佛祈和秋季佛祈 是两次大佛祈 那么师父上人的春季佛祈 都会来开始 每天晚上做一个半小时的开始 那么1997年那次 佛祈 我参加 听老人家开始 我就将我自己过去发的九条校园 跟老人家汇报 老人家说难得 然后呢 我就请问师父上人 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怎么学佛 老人家给我两条意见 第一 把书读好 第二 读无量寿经 所以从那时候起 我就 专修无量寿经 读诵 听讲 那时候听的是师父上人早期 第二次 讲无量寿经 那个时候是 在台北 讲的 那么后来我博士毕业了 在大学里教书 师父呢 就劝我 放弃美国 到澳洲去 当时美国的工资高啊 差不多是澳洲工资的两倍 那么师父这么指点呢 我们就听话 所以美国当时给我 优秀人才的绿卡 我都放弃了 不要了 就到澳洲去 在昆斯兰大学 教书 因为我们师父上人 也是昆斯兰大学的荣誉教授 我是奔这个大学来的 那么当时师父上人 劝勉我 要兼职弘法 而且呢 师父让上人教我到澳洲 主要是他老人家 受到大学的聘请 以教授的身份 在国际上 来传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佛法 并且促进多元宗教团结 他老人家让我去给他 做这个英文翻译 打打杂 那么我们就 欣然接受任务 就到澳洲去 那么也兼职了 讲一点 简单的课程 像这个因果轮回的 科学证明这类的 小道的课程等等 后来 昆斯兰大学 这也是很不错的大学 在澳洲是八大名校之一 破格提升我 做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还给我终身教职 当年我才32岁 在全校里面算最年轻的 教授之一 那么正在自己当时还 事业上 顺风顺水的时候 师父上人呢 就劝勉我 要全职弘法 以前叫做兼职弘法 现在要换成全职弘法 意味着要把工作辞掉 那我想了一下 我去跟我母亲商量 我母亲也很支持我 愿意为我做牺牲 因为我工作 是这个 我自己没有成家 给我父母 还有爷爷奶奶 是这个每个月 又给他们奉养 那我辞职了 必须要跟他们商量 尤其是我母亲 她跟我在澳洲一起居住 都拿到澳洲的永久身份 那么我辞到工作 对他们影响是很大 难得我母亲很同意 父亲也没反对 所以就辞到工作 在师父上人坐下 专门学习经教 弘扬传统文化 弘扬佛法 自己练讲 我的讲课的方式 就学师父 在摄影棚里 对着摄影机讲 眼前有时候 一个听众都没有 只有一部摄影机 就练自己 如入无人之境 就在这个摄影机前 度过了将近三千个小时 就讲了很多课程 后来师父上人 劝我要出家 这是他公开的讲经里讲的 那我们也听话 所以也选择了出家的道路 师父劝我出家 讲得很明确 希望我 续佛会命 弘法理生 要把佛陀教育振兴起来 那我就以师父上人的指示 作为自己终身的使命 老实听话真感 那么跟着师父学法 二十多年了 自己受用非常大 所以佛讲的善知识 是全犯恨人也 我自己体悟就比较深 真正能跟住善知识 这是成功的关键 那怎么能跟住善知识 我们讲要有弟子向 要有弟子的正确的态度 对善知识 一定要致诚功敬 这个在沙弥律仪里面 就讲了很多 像欧依大师所传述的 沙弥时节威仪路药 这是沙弥戒本里面 最好的一个本子 我过去讲过一遍 那么后来 这个两年多前来证据经社 才知道我们亲公和尚 过去也讲过一遍 他选的也是这个本子 不过他老人家讲的 就是比较正统的 介法的这种方式讲 我当时讲的是结合弟子规来讲 因为沙弥时节威仪路药 就是出家中的弟子规 那么威仪门里面 第二门试诗 这个篇幅很长 讲的就是如何做弟子 讲的很细 很具体 这个都要认真去学 这样我们在善知识身边 自然就得到法语 所谓诗诗道合 诗就是弟子 诗是老师 就是老师跟弟子之间 要能够随汝相容 道自然就能够这样传承 如果对老师没有那种孝敬心 就没有办法得到师长的这个道法 那么阿南问是否吉凶经 这本经师父上人过去讲过 讲过很多遍 又留下这个光点 虽然它是小成经 但是这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基础 属于诈根教育 这里面就提到 为人弟子 就要尊敬自己的师长 要试诗如佛 把师长当作佛一样的看待 这样你得到的法义 就等同于从佛那里受教 所以我过去 有提到说 我心目中看师 师父上人是像佛一样 有的人就来激起我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师父上人不是佛 你怎么能说他是佛呢 我就跟他讲 我说在你心目中 师父不是佛 他是个凡夫 那么你跟他学呢 只能得到一个凡夫的利益 我心目中看师父是佛 我跟他学 我得到的是佛对我的教化的利益 各有所得嘛 你得到多少利益 纯粹是你自己心态决定 就像上天下大雨 下的雨量 到处都平等的 但是大树呢 吸的水就多 小草吸的水就少 这个辟语是大制度论里面讲的辟语 就是讲善知识说法 底下在座的人听的人呢 个人得的利益不同 为什么不同呢 因为心态不同 对师长的成敬心不同 具足成敬心的 他得到的利益是圆满的 那么少分的成敬心 他就得少分的利益 印光大师讲的 一分成敬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敬得十分利益 师长在座上讲的法都一样 就像天下雨都平等的 那树和小草吸收的水量就不同 那就是自己的根性不同 这个根性 就是讲你自己的这种 至成恭敬心的多少 纵然师长本身是个凡夫 但是你把师长当作佛一样的去尊重 去认同 那你得到的还是一样 像得到佛的法律一样 这个在经里面讲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释迦牟尼佛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 遇到一个罗刹 罗刹是妖魔鬼怪 跟他讲了半首计 讲半首计 诸心无常是生灭法 半首计 菩萨一听 他就有疏忍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心是真诚恭敬 对罗刹都平等恭敬 不认为你是罗刹 就起轻慢心 没有 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 都是佛 所以他得到的是佛菩萨对他的狡猾 听到半首计 就再请教罗刹 你下半首计再把它说出来 罗刹说不行我饿了 我得吃人肉 我吃饱了才能说 菩萨就说 那好我把我身体供养给你 你先跟我说 说完之后我供养给你 这就是菩萨为求半计而舍全身 这对法的那种场景 到了极点 尽管那是个罗刹 但是 但是菩萨没把他看作是下等众生 还是把他当作佛菩萨一样看待 他所说的法只要是正法 我们就如同对佛一样的去恭敬 供养 乃至于现身去供养 所以他能够成就佛道 罗刹后来就讲了后半首计 生灭灭以寂灭为乐 菩萨就顿悟了 所以罗刹就是这个菩萨的善知识 我们要是学会了这一条 那谁不是善知识啊 那你就像善财童子去外面五十三餐一样的 那杀到淫妄的那些人都是善知识 那个妓女也是善知识 那五十三餐里面就有妓女啊 那善财童子在他那里那也提升了 所以这个支撑恭敬很关键 因足所谓啊 见一切人皆是菩萨 唯我一人时时凡夫 那更何况这位善知识讲的是正法 他以弘扬佛法为使命 讲的经教没有错 那我们就尊敬奉识 那么自然就得到很大的法医 那么奉识善知识 有几条特别要注意 第一个 不能对善知识有情指 不是我喜欢这个人 所以我来亲近他 这是情指 世俗的观念 就像这个世间人追求这些明星一样 现在有的还跟我讲 说丁风法师里的粉丝很多 我听了之后觉得 怎么就这么俗话 法师都当成明星一样了 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我们跟善知识是来求法的 不是来追逐明星 这个人有明气我就跟他 不是那样的 要从明师受教 这个明不是有明那个明 不是明气大的明 是明白的明 明师 明白的老师 不一定有明气 有明气的老师 不一定明白 这点很重要 不能用情指 又用清净心 恭敬心 至诚心 来受教 第二点 不能看善知识的过错 见到善知识 是有过错的视线 要做佛菩萨视线 这样的观念 我们是凡夫 不知道善知识 到底是什么身份来的 可能人家是大权视线 他为了度某一种众生 他必须视线那种特殊的情况 那我们在旁边看到了 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 反而生机会 这就是错误 把自己的法身灰灭就断送掉 因为对善知识 一看他的过错 你心就不清净 对善知识 对善知识的信心就会动摇 信心不清净 就不是法器 善知识说的法再好 你就入不了心 是自己把自己给障碍了 《大智度论》里面讲到 佛法大海 信为能入 智为能度 对佛法有没有成就 就是看你最关键的第一点 信心 对善知识的信心 这一点密宗特别的强调 这是有他的道理的 因为佛都讲 善知识是全方向人意 所以密宗弟子对上师 百分之百恭敬 甚至恭敬的比佛还恭敬 你看密宗弟子先顶礼上师 再顶礼佛法僧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因为我们从上师那里受教 上师是我们的清教师 等于是我们讲的和尚 和尚还传我们的法 佛讲的法 我们未必能够懂 自己读经也未必能够读懂 善知识给我们点拨 我们就能开悟 就能弃入 所以我们尊敬善知识是很重要的 那么一看了善知识又过失 自己把自己的信心就污染了 那你就葬送了自己成就的机会 所以不能见善知识的过错 见到了就当作佛视线 这样的意念 就不会有问题了 那么第三点 就是这个 人家在外面 如果有对善知识的悔 讲这些两舌的话 我们不要去听 不要受影响 因为在这个末法时代 五浊恶世 叫法若魔强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弘扬佛法 是障碍重重 你要做好事 真好事多磨难 做坏事很容易 大家都帮助你 你要做好事可真是难 特别是弘扬佛法 这是最好的事 那障碍就特别重 你看我们师父上人一生 受了多少的毁谤侮辱 磨难很多 师父上人提醒我了很多次 都是语重心长 告诉我 说 你这一代弘扬佛法 要遭受的磨难 比我多十倍 我相信师父上人不是在这里吓唬我 讲的应该是事实 为什么呢 师父那一个年代 人心还算不错的 比较厚道 还有一些传统文化的根基在 还不至于太离谱 现在 我跟师父上人是隔两代 老人家比我长46岁 是我爷爷辈的人 20年算一代 那46岁那就等于两代 我是孙子辈的人 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环境 那就远不如过去那个社会风气的春朴 所以现在的磨难 肯定是比他们那一代要更多 但是虽然磨难多 我们还是要承担 不能够为难 佛当年都有不少磨难 都有不少的毁谤 我们看佛的传记 你看毁谤佛的有的很难听 甚至有一个 这个 这个 银女 她为了误信佛 拿这个木盆 裹在她衣服里 大了肚子 来 在僧团里面 当面就说 我这个里面的孩子就是佛 当时强暴我的 这样侮辱佛 当时在座的人都漠然 那是在讲法的法会上 好在刀立天人 为了护法 变了一个小老鼠 去钻到她的衣服里头 那个女孩子衣服里头 把她的绑木盆的绳给搅断了 那木盆当当当就掉下来了 大家哄堂大笑 就化解掉了 那因为佛有这个威德 有天人来护法 所以 那些妖魔鬼怪 那些纯心不良的人 不能得逞 但是我们这一代 没有佛的那个德能 那面对的这个五周恶事的众生 要远不如佛当年 像三千年前的时代了 那就要 修忍辱 人家的毁霸 陷害 都不放在心上 不因此而动摇自己 鸿沪正法的心智 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这样修行的功德 那我相信也超过古大德 古大德没有那么难 那我们现在比古大德更难 我们能够忍 那这个功德 会更加的殊胜 弘法的 护法的 都需要修忍辱 都要有坚定的决心 毅力 不怕苦 不怕障碍 勇于担当 鸿沪正法 舍我其谁 要有这样的气概 这个事情 当忍不让 那么这样子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功德的加持 决定是品位很高 那么要修忍辱 最重要的 要有智慧 什么智慧呢 薄弱智慧 要能观一切法空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人家来毁谤我 陷害我 做梦而已 梦醒了 什么都没有 这些境界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有这种金刚智慧 什么都不怕 假使大火满三千 成佛为德 戏能超 这是般若金刚智慧 照见 一切法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那苦自然就没有 烦恼就不会起来了 都是梦幻泡 生什么烦恼 正好在这些境界里面 来修行 历史练习 越是苦难的逆境 越能激发你的金刚智慧 金刚智慧就像宝剑一样 万物处之则伤 能破除一切的魔障 定宏也是 现在对事物上人 过去常常跟我提醒的 说我们的将来磨难 比他老人家大十倍 现在当时听了不以为然 觉得不至于吧 现在有点机会了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以后还有更精彩的戏 就是这样历史练心 观观通过 在当中不起烦恼 如如不动 那我之所以现在有这么一点点觉悟 真的全靠 二十多年 跟随师父上人 熏悉佛法 所得到的利益 没有善知识这样的尊尊教会 言传身教 我们哪可能 有这样的觉悟 所以要跟住善知识 我这是跟得挺彻底的 从头到尾就跟一个老师学 直至两年多前 是老师把我送出来学戒 不是我自己要求 大概老师见到我 学了二十年了 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便了 根都算扎进去了 就放心让我来学戒 因为我母亲是带我正式拜师的 师父上人也正式收我做弟子的 而且在这个二零一零年 老人家把他的传法印 是他早年请一个美国的雕刻家 专门课的一个大的玉玺 送给我的 这个事情很多人不知道 我没跟人家讲 今天就顺便提一下而已 所以老人家对我是负责任的 我这个是对师父上人 是有坚定的信心 如果我自己出来 会动摇的话 师父不会让我出来学戒 而且给我选择的都是善知识 你看我剃度 那也不是我找的剃度师 是师父上人自己帮我找 带着我去圆明寺 看他三十五年前的老朋友 唱功 介绍 让我跟唱功提 为什么老人家 让我跟唱功提 我是请求师父上人跟我提 但师父是没答应 我请了好几次师父跟我讲 如果我给你提 你将来磨难会很大 我当时不理解 至于吗 再大的磨难 有师父上人顶着呀 怕什么呢 师父上人还是坚持 让我跟唱功提 清化了我就跟唱功了 因为唱功没有障碍我 跟师父上人学吧 师父讲得很清楚 你跟他剃度 来跟我学 好 我就这么 我还请示 唱功老人家 我写了一封信 唱功 就是请示 可不可以 请你剃了之后 我回去跟师父上人学 您老要是同意我才能剃 唱功还给我签了名 同意 那我就安心地在唱功做下体度 唱功也是真善知识 对于我们师父上人很赞叹 每次去几乎都讲 说我们师父上人 看破放下 出家人里面是第一的 再找不到像他那样能看得破放下 唱功也是个明眼人 毕竟他是谈心老和尚的弟子 还跟过原音法师 跟过慈州律师 做过慈州律师的两年的使者 所以他很明白 那么师父上人介绍我来学计 跟清宫律师 那也是真善知识 而且还跟我们师父上人 同出一门 都是李炳南老师做下 这三位师长 一个是剃度恩师 一个是传法恩师 一个是传戒恩师 都是我的善知识 所以我很幸运 真的很有福报 佛菩萨特别的照顾我 那有的人说 你特别有福报 佛菩萨特别眷顾你 其实佛菩萨心都是平等 怎么可能有分别之种 难道佛菩萨就特别爱我 不爱你啊 不是这样 这些都是自己感召 你怎么能感召佛菩萨的眷顾 是你自己要有真诚 恭敬求法的心 那自然就有好因缘 你这个心不正 那就得不到好因缘 不是佛菩萨不照顾你 想帮你帮不上马 佛菩萨如果有分别执着 那他心就不清净 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爱护人 那你能不能得到殊胜的因缘 能不能跟住善知识 就全靠你那个心 是不是真正 真常清净 是不是真以了生死成佛道 为自己修学的目标 学佛不能夹杂这些染污 什么染污呢 明文理养 五欲六成 叹诚迟漫 自私自利 这些都是染污 有一点都会障碍 当然我们凡人 不可能说都没有 而且这些习气都很重 我自己也是 但是在学法的过程中 就是一点一点的放下 明文理养有没有 还是有嘛 但是现在认识了 这些东西要放下 那么就努力的一点一点的把它放下 放下一点 境界就提升一点 五欲六成 贪沉迟漫 那都会有啊 没有就不是凡人了 就不会生在搜索世界了 有就是在这里的断习期 用法来降服自己的烦恼 一点一点一点的提升 这样一点一点就会跟善知识越来越近 最后能够心心相应 现在我有这种感觉 虽然不在师父上人身边 但是对师父上人 他的这个 希望 他的心愿 我都能够感觉到 他的一些动作 一些举动 我都能明白他的意思 这点 金盈老师 也会有体会 我们都沟通过 他去这个 请问师父上人的事情 我就一早就知道 师父上人怎么想法 他回来告诉我 真的如此 印证 为什么呢 就要跟师父 有心心相应 就是你自己的境界 提升了 你才能跟师父上人 有那种默契 互相都不用讲话 心里 大概心有灵犀一点头 那么如果自己的心 不是那样真诚恭敬 或者学佛的动机 不是那么纯正 夹杂着明文里 五欲六成 这些染污 你跟善知识的心 就有隔阂 所以你在师父上人身旁 你都觉得不自在 就刚才您提到的那个 在善知识方面还有恐惧感 怎么会有恐惧感呢 善知识也不会吃你 不会打你 都是很慈悲的 你为什么会恐惧 那你自己心里有障碍 那就好好地去反省 要去除内心的这些障碍 这些障碍 不外乎都是自私自利 明文里 五欲六成 坦诚之能 这十六个字全改口了 但是要细心地去体察 用心地改过 这样跟善知识 就走得会越来越近 就不会掉队了 师父上人这一生 我们看到了 这个跟师父上人的 很多人也有掉队的 真正跟到最后的 都是不断的 那怎么才能跟得住 就是自己要不断地修行 不断地提升 对善知识 那种信心 那种孝敬心 要日日增长 不能日日减退 你像菩萨界里面都讲到 孝顺父母师生三宝 孝名为戒 菩萨界就是一个孝字改口 对父母 对师长 对三宝 那有孝敬性 孝敬到极处 就成为一体 就跟善知识信心相应 以师智为己智 你就等于善知识的化身 你所做的事业 就是继承善知识 为敬的这些心愿 这些指向 这等于善知识的再来一样 这样佛法就能传承 就能救助 无论是发心出家弘法的 还是在家来护持三宝的 都要有这一份 对善知识的 这种心态 都要有 以师智为己智 这样的愿行 感谢师父 那么我们 在护持工作当中 也会遭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怎么样能够坚定自己的信愿 尤其是我们修学净土中的 可能大多数的义工 在护持工作当中 都希望能够 真正的通过护法的功德 成为自己求生净土的 一个增上缘 能够这一生 真正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 就是敬于在这几年当中 看到我们很多义工 他那个愿 并不是很深 信心也不是很真切 所以在护持工作当中 他总是进进退退 比如说 遇到一些障碍 无论是在跟义工当中的 还是说跟家里的缘分 遇到障碍 他就会想 那还不如回家去念佛 反正念佛就能求生净土 然后遇到一些缘 比如说法会 需要他来做义工 心又动了 觉得可以在这修福报 又想出来 出来之后呢 又遇到一些烦恼 所以总是这样摇摆不定 那我自己观察呢 就是可能都是在 发愿呢 或者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 没有把握住 那这一点呢 也是请师傅能够开示 怎么能够真正坚定信心 在义工工作当中呢 不出现这种摇摆不定 在这个修行当中 我们呢 千万不能够着想 不是说每天呢 在家里闭关面壁 那就叫修行 这你就直向 做了修行的那个向 这种不一定是真修行 真修行 就是在一切境界当中 练自己 不起烦恼 心如如不动 那我们修行念佛法门的人 求的是一心不乱 也就是念佛三昧 那么一心不乱 到底是什么功夫呢 自己有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呢 那你不能够凭空想象 要有精教的依据 那么这一点 偶一大师就给我们开启得很清楚 什么样的功夫叫一心不乱 最起码的 就不起贪嗔痴 就是见思烦恼 能扶住 这才是一心不乱的 下品 假如能够把见思烦恼跟断 这就是是一心不乱的 断正功夫等同于阿罗汉 正胜果 假如是见思沉沙无名 三种烦恼全断了 正发生 这样的功夫 就是理一心不乱 那就成佛了 当然 事一心理一心 一般人估计很难达到 但是 这个功夫成片 就能把烦恼扶住 这个功夫 人人都能做到 只要你真下功夫 那么功夫怎么下 就要自己平常训练 这边关照力 关照自己的内心 动了没有 动了之后 跟善的还是跟恶的相应 起的这个念头是善念 还是恶念 善念是为佛法为众生 这是善念 恶念呢 自己自私自利 明文利 贪嗔痴迟慢 这些起来了 这就是恶念 那么念头一起来 如果这个念头不是正念 立刻要把它放下 有这种关照力 慢慢的那个烦恼就不起现行 这种功夫 才叫一心不乱的功夫 不一定说24小时都佛号不间断 当然能够佛号不间断 那当然就是一心不乱 但是平常我们出来要做事情 特别是在家人 要工作 有家庭照顾 那有时候要动脑筋想事情 在佛门里面做义工 他也要劳心劳力 不可能说这佛号不间断 但是你能够在这二六十中 不起烦恼 你有这种关照力 有这样的一种功夫 等到你入念佛堂的时候 很快就一心不乱了 若一日若二日之若七日 就一心不乱了 为什么呢 平常已经有这样的很好的基础 已经有这个一心不乱的功夫 现在只是用这句佛号把它收摄起来了 那就是念佛三美 那么在大吉经 这个贤护分里面 这部经还有一部 就是异议本 就是不同的翻译的本子 就是波周三美经 那么大吉经贤护分呢 讲的比较详细 就讲到念佛三美 就可以入定 见到极乐世界 见到诸佛如来 念佛三美可以 或者是定中 这功夫比较好的 那么差一点的 就在梦中 见佛 或者入极乐世界 见到一正庄严 或者往十方诸佛国土 成事供养十方诸佛 就等于像极乐世界的生活一样 这是念佛三美的感应 但是没有这个感应 不代表不是念佛三美 有这个感应 这是一种印证 这个感应咱们不求 求了可能就着相 着相了 磨得其变 这些相都是虚幻 凡所有相皆是虚幻 我们不要在意这些 好好的修 有这些感应 知道 不错 继续努力 没有感应 也不用慌张 不用焦急 慢慢继续修 最好的感应 就是心情境 不起烦恼 这就是最好的感应 你想求感应 那就落了个瘫子了 就起烦恼了 所以我们做义工 不要把护持三宝的工作 跟修行分开 那个就是修行 就在你做工作的时候 你能够如入不动 不起烦恼 而且正念分明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做起工作了 又挑不稳 把菩萨道六度都落实在你的工作当中 六度你看布施 我来做义工 内财 外财的布施 持戒 就守规矩 在哪个团队里头 就守那个团队的规矩 服从领导的安排 不要自以为是 不要在里头 跟这些别的义工角力 让样样都按规矩来办事 办得有条不紊 这就是持戒 当然最基本的五戒要守住 上一堂课讲到的 三宝门中 谨防道戒 护持三宝 特别要强调的就是 要守这个道戒 所以对于道戒的戒相 要认真地学习 最容易犯的就是三宝物的互用 这个要学习的 这样就不至于有果实 那么忍辱就是忍耐 我们做义工工作 难免会遇到一些压力 一些考验 像金玉老师刚才提到的 可能来自家庭的压力 可能来自于同事之间的不理解 甚至可能自己身体 会有业障线前的时候 出现疾病了 或者是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时候 这些都要忍耐 不要起烦恼 不要起对立 这就修忍辱 做义工随缘去做 既然有这个缘分 那我们就好好的来护持三宝 积功雷德 这些功德 我们都回向求生净土 作为我们往生的资粮 这是福德资粮 往生西方 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 这些属于福德资粮 福德很重要 福德够 往生就自在 障碍就少 福德不够 那就很辛苦 障碍就很大 所以修忍辱 那么还有精精 一门深入 精就是专精 我们做义工也不要太杂 不要今天到这里做 明天到那里做 到处去游走 这样的做的 比较浅 当然也好 每个地方都接点这个善缘 但是你真正要做出效果 就是专注在这个一门 在一个地方 把自己的这一门工作 做得精良 那么时间久了 自然你就精 你就是专家 比如说 办佛七法会 我就专门做布置会场的工作 我老做这个工作 那我就是专家 越做越精良 让大家在这个道场里面 念佛 身欢喜心 这就是功德 又比如说 我专门做流通法宝 我就专做这个 那你就是专家了 越做越好 而且越做越容易 到最后就不用起心动念了 习惯性的就做 做的一点的 这些漏洞都不会产生 又比如说 你专门做摄影 乃至我专门打扫厕所了 都能做出专家出来 你把厕所搞得干干净净的 让来到场的人 上做所都深欢喜心 那么你就是修布施 就是积功累得 所以都要有一门深入 这是经济 那么然后禅定 心要有主宰 不管外面人怎么说 我自己心里要拿定主意 不能够今天听张桑说什么话 我心就跟着张桑跑 明天跟着听李四讲 我又跟着李四跑 就没有主宰 那么修禅定 就是心里要有定力 看准我走这个方向 跟这个善知识走 跟着这个团队走 这是善知识 这是真正学佛的团队 就跟着大家一起 一众靠众 欧益大师讲了 善有为一 互相的依靠 互相的策利 将来同胜西方 遇到障碍 我们自己去克服 心要有禅定 那么最后智慧 智慧就是 没有迷惑 自己心里头 很清楚 对于善知识 这个 看得很纯准 走的这个方向 很正确 那么这个就是菩萨六度 你看就在后法义功当中 也能修 那么在护词当中 特别要 这里我要强调的 就是要在法上多多的学习 所以像我们这样的团队 虽然人很少 敬于老师来带 这个凌峰 佛作教育 弘化基金会 那么同修们 义工同修 都有定期的共修 像打佛七样 一起研讨佛法 还听经文法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法上的讯息 不能只是做事 没有法的讯息 做做做就迷失了 烦恼就会现行 那么有经教 这个佛法的讯息 在这当中 做的时候就是在修行 你会越做越发习 正所谓福德智慧 同时增长 福慧双征 做义工是修福 文法是修慧 要双广气下 同时并进 那么真正到智慧开了 这个福慧双修 就合而为一了 修福的当下就是修慧 就像金刚经常讲 离一切相 修一切善 成就阿罗多罗 三秒三菩提 就成就佛道 离一切相 心里 知道当下这些境界 都是梦幻泡影 当体即空 空观成就 但是事情做起来 勇猛精进 努力的为佛法 为众生去奉献 明知是空的是假的 但是我没有去放弃它 还是努力去做 假观成就 假观就是对这个假象都清清楚楚 知道它的本体是假 但是还是清清楚楚的 不迷糊 这是假观成就 不着空 也不着假有的现象 这就是中观 天台讲的空假中三观 一二三三二一 在你做每一件事 都起这种 智慧的关照 那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真的 做微臣的小善 那个福德都变虚功法界 这种义功 就是真正行大菩萨道 可不可以做到呢 不断的熏悉 可以渐渐气入 我过去呢 就是 这个智慧很浅薄 就是 总是落入两边 我当时还跟师父上人 有一些 这个比较激烈的讨论 师父上人那时候鼓励我出来 给老人家承担一些工作 我说我得念佛 我得那个自己要修了生死 那个做太多事了 我这个不行 我这个起心动念 生烦恼 那师父就就劝勉我 现在有缘就要做 说等你成就了 你再出来 那恐怕世界都毁灭了 当时我听了之后 还跟师父辩解 我说师父 那不是说自他不二吗 我先自度 自度就能度他了 因为自他本身一体 所以我自度就等于度他了 所以我还是先自度吧 结果师父就点拨我呀 既然自他不二 度他也是自度啊 你还是有二啊 你不是不二啊 所以自度度他 就是看缘分的 现在有缘能度他 那就好好的去度他 度他就是自度 你在度他里面 不生烦恼 不就是自度了吗 那没有缘去度他 那就关起门来念佛嘛 那就自度 自度也是度他 自他不二 心真正清静了 不要去分别 我现在要先自度 还是要先度他 这个你自己在分别之中 那怎么做呢 看破方向 随缘自在 现在有缘就度 就帮助众生 没有缘不攀缘 我就好好的 深入经教 好好念佛 加功用恨 将来有缘 我又上了心台阶 那帮助众生的力度 就更加强 度众生的缘 也不是常常有的 错过了 再想修这些功德 可能没有机会 有缘就好好把我住 没有缘就不攀缘 这才叫随缘 这样做义工 就真正幸福找到 福慧双修 非常好 感恩师父开示 那么就是我们都知道 在现在的那个义工团队当中 女众非常的多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时代 女众格外好要学佛 好要来护持 所以呢 就是静音也常常遇到 这样的问题 就是女义工在护持 尤其是持戒的法师 持戒的比丘当中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如何能够更好的 维护好佛法的形象 我们也请师父来开示 现在 确实 佛门里的现象 就是女众多 男众比较少 出家在家都如此 不像佛陀当年的时代 佛陀当年呢 你看比丘成就的最多 这个比丘尼其次 在家男居是多 女居是其次 你看这无量寿经上 当时列席法会的人数 你就知道了 比丘一万两千人 比丘尼五百人 轻性士 就是男居士 七千人 轻性女五百人 佛陀当年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现在呢 就刚好倒过来 女众多 男众少 所以呢 那我们现在的 这个洪护的工作 确实就要因时之余 我们讲与时俱进 时代是这样嘛 那我们就要相应来做调整 那么女众 有她的长处 比如说做事 比较细心 比较会照顾人 比较会照顾人 那么而且呢 相对来讲 女众啊 经历的这些苦难 比男众要多 所以她的出离心 就比较的强 就比较能够放下 比较真正有暴行 就是想要处理生死 那么这些都是好的 但是女众也有啊 女众的弱点 比如说 相对男众来讲 情质比较深 感情化的比较多一些 这是这个与生俱来 带来的这些弱点 男众相对比较理性 女众就比较感性 就比较有情绪 这是普遍而言了 当然有个别是特别不一样 那么 所以我们就要 避其短 扬其长 那么在这个女众 护持 这个僧团方面 就比如说护持比丘 确实有一些戒法上的 问题要注意到 因为护持戒法 不光是出家人自己的事 是出家在家 似众同修的 共同的责任 我们好好的护持戒法 就能令佛法更庄严 就能够设受众生 人家看到佛法 你看 这个比丘都这么有威仪 那么这个在家 对出家众都这么能够恭敬 恭敬三宝 这对世人就是一种狡猾 让世人对佛法去产生信心 这个功德就很大 如果自己没有好好地去注意 以轻慢的心 随随便便的 放逸的 这样的心 在三宝当中 往往就会损坏 佛法形象 有意无意就会让世人 退失信心 那么这一点 我们做护持工作的 同修确实要在这方面流行 那我这里简单地介绍几条 这个比丘的介法当中 男女之间相处的问题 对于女众护持比丘生来讲 这么学一学 护持的会更如法 更庄严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男女之间 那么尽量避免单独相处 一个比丘和一个女众 尽量避免 那么在比丘界来讲 如果在屏处 就人家看不到的 有遮拦的地方 或者在房间里 或者在屏风后 那么比丘跟一个女众 单独坐在一起就犯戒了 虽然内心都没有什么染污心 但是这个相本身就犯了戒 当然这个戒属于威仪的戒 可以忏悔 对手忏悔就恢复清净了 这属于畸形戒 就会令世人击贤 那么这个我们就要避免 所以跟比丘在一起 最好呢 假如比丘没有伴 没有男子作伴 比丘也好 或者是男居士 我们一般讲近人 没有这个伴 那女众最好再拉一个女子作伴 两个女子跟一个比丘在一起 就不犯戒 也不会有那么这样 世人的习险 那么还有呢 住处 比丘当然不能跟女众 同一个房间住 即使多位女众 跟多位比丘在一起 那比丘一躺下就放戒 而且有十个女众在 她就犯十条戒 每个比丘各犯十条戒 所以就是这个 不能跟女众在一起 自己卧倒 这是属于威仪方面 做起来没关系 一卧下去 斜一沾席就犯戒 一转侧又犯一条 所以这个呢 就是住的方面呢 就是要分开房间 不仅房间 就是同出物的 像我们这个房子 有个大门 里头各个有小房间 所以比丘在这个房间 女众在那个房间都不妥 除非是女众她的夫主 在 夫主做陪 没关系 或者父亲做陪 没关系 所以借每条都有开源 如果女众没有这个丈夫 父亲做陪 光有孩子都不行 在同一个大房子里头 竟然不同房间都不好 因为什么呢 还是有寄险 但是如果不是同一个大门出入 就没关系 比如像宾馆 那外面 房间外面就是公共通道 那个就不犯戒 但是你 关在一个公寓里头的 里头的小房间 这就不好 那所以我们在 比如说邀请比丘来讲法 那我们要考虑到住处问题 那否则呢 比丘为了护戒 他晚上就不能睡 就得打坐 不握脑不犯戒 一握脑就犯戒了 当然比丘呢 这个一般都不提要求 不能说 你怎么安排 我这个房间不妥当 这不好意思 那只能自己 严格要求自己了 晚上就不要祸倒了 就不导弹可以 但是这样就让比丘 师父们就辛苦 那么这是住 这方面的注意 那么还有呢 就是 像互相之间谈话 就叫讲正经话 不如尽量避免 那种细笑 染污的这些话 尤其不能谈 这些男女之间的 淫欲的事情 谈这些事情啊 那都是 这个令比丘犯戒 自己也染污自己的清净心 让人家犯戒 那自己将来都会有果报 那么尽量避免 跟比丘身体的接触 纵然没有染污心 那总是这个形象 会避免会造极险 避免身体接触 比如说握手啊 所以也就是尽量的避免 在谈话灯中有一些不妥当的言语 那么比丘界里面呢 是规定比丘不可以 就是主动 去对女众单独的来讲佛法 除非女众来齐情 当然这个佛法可以讲 这个叫五六语 就这个他有一些比较普通的佛法 可以讲 但是这里有开源 如果女众请教 那这个法师可以回答 那说多了没关系 那除非有呢 就是有志的男子 一般讲十一岁以上 虚岁十一岁以上 就懂得男女之事 他就有这个鉴别能力的 这个孩子做陪 就可以作证 太小了就不能作证 那么这个请教佛法 应该以恭敬的心态 不能用染污的心 对于比丘要制成恭敬 因为这是僧宝 有这种恭敬的态度 自己才能真正受法医 那么不能够看比丘的过错 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戒法 我们听了 就是自己学了 将来能够有姻缘 好好护持 护持比丘 护戒 不是用这个来去观察 哪个比丘犯戒了 那你这样就打错 护错了 不是我有什么问题 是你自己有问题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 在护持饮食方面 一般比丘 就是懂戒律的人 都注重非食食的问题 就是过了日中 就不吃这个食物 那每天日中时间都不一样 我们想要护持 可以上网查一查 一般来讲 像我们这个地方 每年最早的时间 大概11点36分左右 有时候到12点 二十几分都有 就日中每天不一样 这个可以一上网 这个查日 什么比如说香港日中时间 你就能知道 马上能查出来 那你要请比修来应供 你要了解个时间 对吧 不要超过时间 来供养饮食 那你要让人家吃还是不吃呢 吃了就饭戒 不吃了好像 你又白费肠的劳力 是吧 自己要懂得这个护戒 那么吃饭之前 一般要受食 就供养比丘 比丘养手承接 把这食物借过来 一般我们用波 是最标准的 你在波里面 把饮食放进去 那么就受食了 我们扶着这波就受食 那么如果没有波 你放在桌面 我们扶着桌盐 养手承接 这也是受食 受食之后 才能够吃 这是比丘界里面规定 防偷盗的机型 如果人家不受食给你吃 你自己去拿 就有偷盗机型 这个都不符合比丘的威仪 比丘是尊贵 的一种身份 人家供养 我们才享用 不供养 一点都不拿 这是君子 世间讲君子 都不受接来之时 就这么一个气概 穷都有穷的骨气 比丘叫骑士 不是一般乞丐 骑士是他有学问 有道德的 有戒律的 这样的气概 所以人家瘦了 我们才能用 不瘦的摆在面前 都不碰 那么供养饮食 就过了日中 可以供养非食姜 果汁啊 蜜糖水啊 没有渣子的 这些饮料 除了豆浆 牛奶以外 都可以 那么 这个 如果比丘 有这些 特殊的需求 那么像律上讲 有疯病 可以去吃这个七日药 七日药呢 就是比如说 糖啊 这个 就是 各种糖 糖类的 黑糖啊 白糖啊 冰糖啊 含在口里 可以消掉的 这个都可以 这叫七日药 或者蜜 那么这个一般来讲 比较少 那么还有进行受药 进行受药呢 就是苦的 酸的 辣的 不能 一般不能做 食物吃的 它只能用治病的 这些都可以做进行受药 那我们普通的 像茶 是属于苦类的 咖啡啊 这个 还有 这些酵素啊 酵素是酸类的 还有这些梅汁啊 这些都属于 这个进行受药 这个可以供养 进行受药 就是随时可以用 有需要就用 非食将 那么一般就是不能过 名相 之前可以用 那么比丘自己要加一个法 把它加法成 非食将 或者是进行受药 他们自己就会做 那么 至于说这个 进行受药里面 那么 在 滤上 四分滤 这比较细的了 是规定 不能够掺杂食药 食药就是 日中之前吃的 所有的米饭啦 菜果之类的 都是食药 就是 时间的食 不能过日中 之前 明相出了 日中之前 这段时间可以吃 就是食药 但是食药 如果是跟 进行受药 混杂在一起 那么呢 这个 萨博多论里面 是允许 只是呢 食药的成分了 不能超过 进行受药的成分 就可以 比如说咖啡 咖啡是属于 进行受药 是苦的 那么 如果加一点牛奶 牛奶是属于食药 只能够上午吃 那么 也加一点糖 糖可以做七日药 但是 这个量都不超过 进行受药 这是可以 萨博多论 可以的 但是呢 四分律是不行 所以每一部律 传到我们中国有五部律 他们的这个 各个界定是不同 但是呢 这个南三三大部里面 就把所有 就以四分律为中 为主要 兼采他部律 四分律里面没有的 这些开源 他部律有 都可以兼用 都不属于犯戒 所以我们也懂得 这个道理呢 那么就看 每个法师 他自己的形式 像我遇到 有些法师 咖啡里 就不准放糖 不准放牛奶 很纯粹的 他手四分律 可以 那有的 加一点奶 加一点糖 不要超过咖啡的量 也可以 他也没犯戒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不要起分别心 那不要想 这个法师是不是犯戒了 你看人家都不加牛奶 你怎么加牛奶 自己不懂戒律 而批评 这自己就犯过失 他也是没犯戒 又好比拿钱的问题 这个拿钱 四分律里面是一概不准 比丘不准桌 桌池 积蓄 任何的金银财宝 这些钱财都不可以 不桌也不蓄 他只接受四十供养 衣服 饮食 卧具 汤药 就生活必需品 其他的钱的 宝物的都不能够接受 但是根本有部律里面 就开许 钱财可以说净 拿着这个钱财 对另外一个比丘 说净 就说假一个法 加法 就可以 捉持经营 可以放在身上 需要的时候 他就拿这个钱去用 为什么可以这么样呢 他的这个概念就是 用这个不净的钱财 可以换取净财 净财就是我们四世供养 可以接受的 叫净财 那用这个不净的钱 去换取净财 就是我们的四世供养 那我们现在呢 留着这个钱 不是为了留钱 是为了留这个将来 换成了这个四世供养 他这么转一转 那就可以的 他也没有犯戒 所以我们 其实看到这样的情况 不要再分别执着 这个不作经的法师 就特别的伟大 那个怎么做钱呢 犯戒了 不是的 他受持的法不一样 都是佛可以开许的 只是每一步律不一样 那么我们就懂得 怎么去护持 像我自己呢 这比较严格 采用四分律的要求 是不捉续净 那有的法师他捉 他用 那你不能说他犯戒 那我们也不要分别 这个不捉金的法师 就一定很好 就持戒 不是那样子 都没有犯戒 只要他说净就可以 那么对于那个 不捉金的法师 我们也要懂得 供养的时候 你就放在他桌面 不要 一定要他所接 他不接 你就僵持在那里 互相就难为情 因为 那个真正 延持这个不捉金的人 他嘴也很清净 他不仅自己不娶 也不叫人娶 不能说 张三你过来帮我把钱收下 他不能这么说 这么说 他也有 这个怪为 他的戒法 就不够清净 所以他通常就是 说我不要 或者默然 顶多就是指示一下 让你放在这儿 不会指示你 你把钱怎么样做 不会指示你怎么样去供养 我们懂了这个道理 就懂得护持 那么在身旁 护持笔修的话 就也要醒目一点 那么看到人家供养了 人家一片好心 来修福田 那也不能够拒绝人 拒绝 我们比丘也犯一个小戒 还是要接受 给他种福田 但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那就要旁边护持的人 来帮你接 接这个钱 那么一般像我这样 所有供养我的 全都转入基金会里面 做护持佛法的这些用途 我自己是不受用 那么旁边的义工 他就这时候就应该来配合 就把钱借过来 如法地去把它存续起来 有需要的时候就去用 但用的时候 也要知会这个法师 虽然法师不作序 但是这个钱呢 法师的意图是用来做护持工作 护持三宝 那么要向法师做汇报 所以我要求咱们基金会 就是这个财务一定要明昔 清清楚楚 收支 都要很清楚 这样不乱 也不会有犯盗的这些过失 那么这些人的工作 就是在戒法当中 我们如法地去行持 那么还有呢 就是在僧团当中 他有一些僧事 像半月要送戒 每年要结下安居 安居之后自知 这些我们大概有一点的 这样的常识 知道比丘 你到月底了 或者到十五的时候 他要送戒了 那我们就要帮忙张罗一下 像这个送戒的堂当中 帮忙打扫一下 是吧 这都是护持工作 那么比丘出行 不能单独跟女众同行 就一个比丘 跟多位女众在一起 都不行 或者多位比丘 跟多位女众 那每个都会犯 除非是什么呢 有一个男居士作陪 这样就不犯戒了 比如说同一部车 一个巴士 上面全是女众 没有一个男众 那比丘 为了护戒 他可能就不能上车 因为一上车 车一开动 就开始犯戒 那怎么办呢 要有个男居士作陪 哪怕那个司机是男的 也可以 这样这些呢 我们都要考虑到 那么比丘 你一府如是 就是你让比丘 你不能够全是男众陪他 因为比丘尼还要护这个独行界 不能单独一个人走 一般他都要两位比丘尼 但两位比丘尼 如果没有女居士作陪 他也不能跟男众一起走路 那这些呢 那这些都是基本的解法 那以后有机缘呢 我可以慢慢跟大家讲 这里头我们学的多了 护持工作就更如法 令这个僧团 持戒更庄严 这就功德无量 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了 首先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也感谢各位联友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